胸膜炎是什么病,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葛鹏西恩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胸膜炎是胸膜腔的一种炎性病症 常见的原因是结合性胸膜炎和普通感染引起的胸膜炎 至于疾病炎症与否 主要是看胸膜炎产生的胸水的量 如果产生的胸水量比较少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如结合性胸膜炎 给予抗结合等正规的抗劳治疗 如果是感染性的胸膜肌液 给予胸膜引流以及抗菌素的治疗 经过上述积极的治疗后 那么少量的胸膜腔肌液可以完全吸收 那么这种胸膜炎则不严重 但是如果胸膜炎产生的胸水量比较大 严重影响到了呼吸功能 压迫心脏 出现了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那么这种胸膜炎则是严重的 需要进行积极的治疗和处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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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